喂,Rachel 喂,好,沒見了 你等我放下一個袋子 我再跟你聊 哦,好啊,好啊 Rachel 是 我想問一下 要成為軟件工程師 應該要有什麼特質的 有什麼特質啊? 讓我先想想 我覺得是要夠執著 說多一點來聽聽 想想有什麼經歷 我記得我那時候 幫我公司的網站 推銷了一個網站 就是For Overdication 那時候我沒試過Self Server 都沒碰過那件事 就花了很多時間去看那個Documentation 看也看不明白 不知道要說什麼 我記得那時候 有通頂去看著那一句 因為如果我不知道 我看不完那段 我不明白那句是想怎樣 我就不可以把它 應用回我公司的Case 我記得那時候 真的停了很久了 我們在Boot Camp的時候 Sam也有教過我們 身為一個Self Server Junior 你應該是自己 嘗試過很多不同的解決方法 到你真的不行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問一下 身邊的Self Server Junior 做Self Server Junior 真的有些執著 你才可以做到那件事 最後那個成功感 都非常大 不如我展示給你看 我在辦公室最主要的地方 Let's go 它很漂亮呢? 沒有 你真的這麼忙嗎? 我記得你本身不是讀這篇 又會入行嗎? 我記得我身邊有一個朋友 他在Amazon做軟體工程師 我當時也問他 究竟我應該做我自己的大學 即是語言醫師 還是嘗試做軟體工程師 他那時候跟我說 我覺得你可能做自己熟悉的事 會比較好一點 比較容易上手 那時候真的覺得有點擔心 到我真的畢業了 我要選擇我的感覺的時候 我也想試試去Self Server Junior 為什麼呢? 因為我還是很年輕 這一行你總是在學習 身為一個年輕人 這些事情大家可以做到 即是大家都是很接觸 去做新的事情 但是剛才科技這行 會不會有些懷疑呢? 我記得當時 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我在矽谷讀書 身邊圍繞著很多大學科技 那時候就覺得 這些Self Server Junior 真的很精英 很多都可能是 Stanford出來 UC Berkeley出身 我是否需要這麼聰明 才能做到這件事? Axcelerate Women in Tech的程式 是加快了我的決定方式 可以從你的舒適狀 趁著你還是年輕 或者趁著你還是對這件事 又熱誠又興趣的時候 不如試試做你的第一步 去做這件事吧 其實你之前都在這間公司做 那讀書後 對你來說 有什麼改變? 我做訓練的時候 都是在做開發的 可能是開發一個網路程式 因為我們經歷了這個 Boot Camp的時候 其實也有接觸過 AWS的優惠 那到我那時候 要設置一個CICD 就是我公司的網路程式的時候 那變成有那個Foundation 我身邊的同事 全部都有這些Foundation 那大家工作的時候 都會合作得順利一點 其實對自己的工作能力 的信心是大了很多 那其實Boot Camp 達到給你最寶貴的是什麼呢? 我在Boot Camp 和我在我的事業 學到的東西 是一個技術 就是帶在我身邊 去做其他東西 那現在 你是不是都有自己的方向呢? 我覺得現在是的 但是 你一直在改變 所以可能幾年之後 我在這一行 可能發展得這麼少的時候 那我就可能想移動 去做一些 可能產品管理 又或者是 做Cyber Security 那些事情 又或者回到我自己的大學 做 speech therapist 誰知道 最重要是 我的技術會跟著我一生 你吵吵 救我啊 那我先去工作 那下次再談吧 拜拜 拜拜